真的有這麼好的事情嗎 我們要想想看 過去大家都知道說糖尿病的病人要打胰島素 胰島素在20年前是怎麼打的 是靜脈注射 現在胰島素怎麼打 一支筆 咕咕咕就打完了 所以蛋白質的藥 剛剛講的是抗體藥也是蛋白質藥 其實有辦法擺成打針 胰島素都幹得到 我們癌症有沒有 我們癌症用藥有一種080的用藥叫墨虛瘤 它早就已經發展成皮下注射的方式 而且剛好跟喝度標靶藥的廠商是同一家 你為什麼對080的病人那麼好 為什麼乳癌病人就一定要打靜脈注射 我們都知道說有一個作家叫做蛋白質女孩 女生特別喜歡打蛋白質的藥 我們女生得了乳癌 打那個停靜針也是蛋白質用藥 她早就在打皮下注射 我們這個標靶有沒有皮下注射 其實是已經有了 只是台灣很晚才進來 其實在國外已經三五年前就有了 我們台灣很多事情都慢了一下下 而且這個皮下靜脈注射的適應症 在我們衛福部的適應症 跟靜脈注射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所有靜脈注射可以用的 標靶藥的適應症 在皮下注射都可以用 只不過目前皮下注射健保還沒有給付 不過我還是要呼應政府 應該盡早讓健保給付 因為這實質沒有比較貴 而且比較方便 節省很多醫療的花費 對 對